我什么呀 你的脸到底怎么了 还有 你的裤子怎么都破漏了 老师 我是不小心摔倒了 什么 摔倒了 不可能 说了 你的脸上伤是不是给人打架了 老师 我没有啊 没有 那你跟老师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 老师 世界是这样的 那是谁呀 在那哭什么呀 我去看看 你怎么了 胖妞 紫围大虾 怎么是你啊 你在这哭什么呢 刚才有一只狗追我 我吓得腿软 走不动路了 大虾 要不然这样吧 我扶你回学院 那行吧 那你帮我拿着起泡家 行 走 不行不行 哎呀 胖妞我走不动啊 哎呀 这可怎么办呀 哎呀 胖妞 这马上就迟到了 要不你先回学院吧 不行啊 大虾 老师说了 要住人围了 可是我腿软 走不动路怎么办啊 没事 我背你 能行吗 能 来吧 好吧 来 哎呀 胖妞慢点啊 好 哎 胖妞 你是不是累了呀 要不咱们在这歇会吧 嗯 大虾 我不累 咱们赶紧去上行 好 你快走吧 行 大虾 前面要上坡了 你要扶好 好 知道了 胖妞 走吧 慢点啊 胖妞 啊 哎呀 哎呀 胖妞 你没事吧 哎呀 胖妞 哎呀 快起来 快起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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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虾 我的腿啊 腿怎么了 没事 可能石头割到了 有点疼 啊 那怎么办 这上学都会迟到了 嗯 要不然 你先去学校吧 我在这歇一会儿 我一会儿就去 那 那行吧 那我走了啊 嗯 啊 怪不得 哎 那你的脸又是怎么回事啊 老师 嗯 其实当时 我没有感觉到我的脸疼 可是过了一会儿 我才知道我的脸受伤了 哦 哦 原来是这样 胖妞 你可真是一个 住人为乐的好孩子啊 老师 我还要跟你道歉呢 你不知道起包雕作业 我都完成了 可是这么硬帅 起包雕也没了 哎呀 胖妞 没事没事 这样都不重要 现在老师带你去医院 检查检查 很好啊 我扶着你 嗯 哎呦 这孩子